新谋女郎屡屡翻车 那个被一句话劝退的仇女未明知 才是真清醒 几个月前 电影《悬崖之上》上映之后 新谋女郎刘浩存 就一直备受观众和媒体们的关注 不久前 有媒体曝光了一组 刘浩存的生徒路透 清汤寡水的样子 和之前派若两人 年纪虽然不大 但鼻子两边却出现了清晰的法令纹 眼睛也从水汪汪的大眼睛 变成了单眼皮小眼睛 神情看起来也非常疲惫 不过虽然颜值下滑严重 但作为演员演技还是最重要的 毕竟周冬雨拿影后 靠的也不是颜值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 在张艺谋的力捧下 刘浩存又接连出演了一秒钟 和宋明一朵小红花 演技却是差强人意 后来又被人爆出 他父母开设的舞蹈培训机构 曾经因为事物导致一名小女孩终身瘫痪 却不闻不问 也成了刘浩存身上最大的槽点 一直以来 女演员们都以出演张艺谋的电影为荣 招绑着走红和实力 但近几年来 新谋女郎们却屡屡翻车 让人费解 张艺谋似乎只有巩俐和张子怡拿得出手 其实张艺谋还曾捧红过一位普通女孩 她才是巩俐之后 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谋女郎 但和气质出众 美貌动人的其他人比起来 她却是又土又丑 又因为张艺谋一句话退圈 后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只是对比现状 也许她才是真的聪明 1999年 张子怡靠着我的父亲母亲一炮而红 但其实这一年里 张艺谋带火了两个人 另一个就是电影 一个都不能少理的魏敏之 她要脸蛋没脸蛋 要气质没气质 说话还带口音 可以说是众多电影女主角中 最特殊的一个 都说一个成功的导演 都有着一双犀利的眼睛 剧本选的好演员挑的妙 难道到了魏敏之这里 张艺谋的金手指就不管用了吗 其实魏敏之能被她选中拍电影 并不是偶然 90年代末 张艺谋迎来了人生中的低谷时刻 在拍完摇瓦摇摇到外博桥后 巩俐直接抛下她扬场而去 而除了情场失忆之外 事业也开始诸多不顺 一部有话好好说 资金 宣传一部一个坑 口碑和票房都不是很好 郁门之际 张艺谋看了一本小说 史诗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 虽然不是很出名 但字里行间的质朴深深打动了她 她决定为这部小说拍一部电影 为了讲好这个故事 光是剧本她就和作者施祥生 整整讨论了四个月 并重新取名为一个都不能少 剧本确定之后就开始悬眼云了 因为是农村题材 张艺谋从一开始就决定 要全部采用非职业的演员来本色出演 他们来到河北的山村里 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好奇地上来围观 其中一对姐妹花 引起了副导演的注意 本来他们的命运 将和大多数农村女人一样 小时候跟着一起上几年学 大一些后 帮家里养猪干农活 到了年龄后 结婚生子 一辈子待在农村 但遇到一个都不能少后 一切都变了 他们一个是姐姐魏敏之 一个是妹妹魏从之 导演组的人 第一眼其实看上的是魏从之 和姐姐相比 她有着一股天然的气质 身上的灵动完全脱离了农村的土气 但结果到了剧组 真正看到那么多人 对着她拍来拍去的时候 魏从之害怕的 不敢表现自己 反倒是姐姐魏敏之 站了出来说自己会唱歌还会跳舞 当时她唱了一首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还跳着自己自创的舞蹈 一下子就吸引了丽红 不是因为她跳得多好看 唱得多好听 她没有一个字在吊上 而是因为魏敏之身上那种无所畏惧的性格 这就是张艺谋最想要的 见到张艺谋的前一天 魏敏之还在跟男孩打架 因为男孩嘲笑他们家生不出男马 她拿着石块追着男孩 跑了两公里才罢休 当然最难的还是要让出身农村的父母也同意 学校老师怕耽误她学习 她妈妈也说不能去 不能去 只有爸爸说 既然有机会就去 但那个时候魏敏之就知道 要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是唯一的机会 她必须抓住 有了女主角 电影里还有另外十多个孩子 剧组只能分头行动 整整行走了四万多里 看了两万多个孩子 才把这些演员找齐 1999年 一个都不能少在全国上映 所有人都觉得 魏敏之就是那个代课老师 那群学生真的就是那群学生 随后这部电影获得了十项国际电影奖项 包括金鸡奖和金师奖 一时间信件像雪花一样 从全国各地飞到魏敏之的学校 想采访她的记者 也将魏敏之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个小山村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但是她却并不开心 家里种的草莓熟了 她没时间吃 全被妹妹一个人吃光了 而且拍戏几个月落下的课 她都得补回来 更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班主任告诉她 她和妹妹马上就要转学去 石家庄精英中学 魏敏之梦了 我们家可没钱让我去那 可班主任告诉却说 你是大明星了 没人给你要学费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 拍电影带来的神奇 因为到目前为止 她最远就去过镇上 而石家庄精英中学 是河北省首屈一指的重点高中 有钱都不一定能去 其实从电影宣传以来 有不少娱乐节目 广告商都想找她 她都拒绝了 但是看身边的人都羡慕自己 魏敏之自己也犯了嘀咕 大家都说当明星好 那不如就当明星 演戏也不是很难 张艺谋知道她的想法后 自责不已 不能因为自己毁了一个孩子 于是她告诉魏敏之 你不漂亮 身材也不好 根本不适合当演员 一盆冷水泼下来 只有13岁的魏敏之 并不理解 张艺谋只能语重心长地解释 孩子你成功出演了一部电影 只能说你的人生 多了一份不同的经历 你不要听别人夸你是大明星 我希望你冷静下来 你不适合进入娱乐圈 我也不希望你进入娱乐圈 关键要好好上学读书 考上大学 最终 一家人在1999年8月 走出了大山 魏敏之和姐姐 被调入了石家庄精英中学 就连父母也被学校安排了工作 然而 姐妹俩一开始的学习 却异常艰难 农村和城市的进度相差太大 为家姐妹连基础知识都不牢固 都需要重新学习 其次 有一回数学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魏敏之立马拒收回答 但她用方言说了半 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没人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于是 从此 魏敏之又多了一个要学习的东西 好在老师对她特别照顾 张艺谋的女主角身上都有一种轴 不管是国际张 还是拱黄 魏敏之身上更加明显 这之后 魏敏之将这种轴用在了学习上 经过两年的努力 她顺利升入精英中学高中部 期间成绩优异 高三备考阶段 19岁的魏敏之再次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是师范老师 一个是艺术学院 父母和老师都建议她 报考一所普通的大学 但她始终都忘不了 当年拍电影时 跟着张艺谋到处奔波的经历 从那时起 她就把张艺谋当成偶像 心里也埋下了当导演的梦想 于是她报名参加了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一考 但很遗憾的 因为专业知识准备仓促 在三世的时候被刷下来了 在北影校园里 面对各路记者的摄像头 她慌忙躲闪 直奔大门 事后 娱乐新闻的头条上 对她一阵调侃 这让魏敏之难受了好长时间 幸运的是 此时西安外国语大学 给她抛来了橄榄枝 告诉她通过一考 并达到高考的录取分数线 还能免除一年一万多的学费 魏敏之对这个机会特别珍重 在通过一考后 她开始疯狂准备比试 她连着用坏了三个手电筒 可见其努力 2004年 魏敏之以460分的成绩 成功迈入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编导戏 虽然距离导演梦还差了很多 但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读大学期间 她努力锻炼写剧 曾两次获得全国青年征文大赛的奖项 2006年入学不到两年的时间 她就独立指导了自己的第一部戏 《母亲的心愿》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 你觉得投资方找你 是不是因为之前的名气 此时的魏敏之 早已没有了十几岁的莽撞和志气 微笑回答说 不是 我能有今天 完全是因为一位老师的推荐 美国夏威夷杨百汉大学的副教授 陈尔岗 应该是魏敏之人生路上的第二个重要人物 2004年时 陈尔岗正在中国研究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课题时 突然想起了那部一个都不能少的电影 便问同事 那个女主角是不是也在河北 本想立马就去看她 但突然间下起了大雨 只能作罢 后来 陈尔岗回国 一直惦念着魏敏之 杨伯翰大学是美国的著名学府 陈尔岗的工作之一 就是世界各地找一些成绩优异 但家庭贫困的学生 帮助他们在美国就读 几个月后 陈尔岗终于如愿见到了魏敏之 经过一番交谈后 魏敏之决定迁往美国夏威夷深造 主要学习传媒电视专业 而且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前期 魏敏之的英语很糟糕 连简单的问候语都听不懂 但困难对他来说 从来不是阻碍 他花了两年时间 主动向两个英国的老师 刻苦学习了英语 几年后回国 他已经可以给肖章和老师 当出色的翻译了 在学校里魏敏之一边学习 一边在学校里的电视台工作 做摄像和剪辑 下一步计划学习美术 因为影片的画面和美术息息相关 他正努力地向他的导演之梦靠近 一次陈尔岗在全校播放一个都不能少 许多同学都很诧异 原来你是大明星 魏敏之平淡地回答着同学们的问题 因为那都是过去了 更加幸运的是 留学期间 他还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认识了自己的丈夫 对方是一位美籍华人 2008年 两人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多年后再见张艺谋 魏敏之已经和他是一样的身份 2010年张艺谋导演的新作 山楂树之恋即将上映 他正带着周冬于紧窝密鼓的宣传 在这天的分享会上 张艺谋已经精疲力尽 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 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山楂树一般都是开白花 为什么电影中的山楂树开的是红花呢 张艺谋刚想开口回答 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很面熟 尤其是那双眼睛轴 固执 魏敏之是吧 张艺谋想了片刻 终于叫出了名字 魏敏之激动地说 是啊 张叔叔 你能记得我 我太开心了 我要感谢你 随后他向张艺谋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然后向张艺谋请教了 自己正在筹拍的纪录片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张艺谋一样 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纵观某女郎们的发展时 张子怡曾同时身陷三重门 巩俐和张艺谋的感情 至今为人诟病 周冬宇更是因为颜值问题 备受质疑 若不是影后撑腰 相信颜值会是困扰他最大的问题 尤浩存就更不用说 虽然他们有了名气和金钱 但是也承受了相应的舆论压力 正如那句话所说 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你 这种巨大的落差感 对于出生农村的魏敏之来说 根本无力招架 幸好他及时清醒 听取了张艺谋的建议 退出了娱乐圈